理想国第十卷 苏格拉底说 确实还有许多其他的理由使我深信 我们在建立这个国家中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特别是我认为关于诗歌的做法 格劳孔说 什么样的做法 苏格拉底说 他绝对拒绝任何的模仿 须知 既然我们已经辨别了心灵中的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 我认为拒绝模仿 如今就显得更有明摆着的理由了 格劳孔说 请你解释一下 苏格拉底说 哦 让我们私下里说说 你是不会把我的话泄露给悲剧诗人或别的模仿者的 这种艺术对于所有没有预先受到警告 不知道它的危害性的那些听众的心灵 看来是有腐蚀性的 格劳孔说 请你再解释得深入些 苏格拉底说 我不得不直说了 虽然我们从小就对河马怀有一定的敬爱之心 不愿意说他的不是 但是他看来是所有这些美的悲剧诗人的祖师爷呢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一定不能把对个人的尊敬看得高于真理 我必须如我所说的 讲出自己的心理话 格劳孔说 你一定得说出心理话 苏格拉底说 那么请听我说 或者竟回答我的问题更好 格劳孔说 你问吧 苏格拉底说 你能告诉我 模仿一般说的是什么吗 须知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他的目的何在 格劳孔说 那我就更不懂了 苏格拉底说 其实你比我懂些 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既然视力差的人看东西 比视力好的人清楚 也是常事 格劳孔说 说的是 不过在你面前 我即使看得见什么 也是不大可能 急切地想告诉你的 你还是自己看吧 苏格拉底说 那么下面 我们必须考察 悲剧诗人 及其领袖和马了 既然我们听到 有些人说 这些诗人 知道一切记忆 知道一切与善恶 有关的人事 还知道神事 须知 一般的读者 是这样想的 一个优秀的诗人 要正确地描述事物 他就必须用知识去创造 否则是不行的 对此我们必须想一想 这种读者 是不是碰上了 魔术师般的 那种模仿者了 受了他们的骗 以致看着他们的作品 却不知道这些作品 和真实隔着两层 是即使不知真实 也容易制造得出的呢 因为他们的作品 是影像 而不是真实 或者 是不是一般的读者的话 还是有点道理 优秀的诗人 对自己描述的事物 许多人觉得他们描述的很好 还是有真知的呢 葛劳孔说 我们一定要考察一下 苏格拉底说 那么 如果一个人既能造被模仿的东西 又能造影像 你认为他真会热心献身于 制造影像的工作 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最高生活目标吗 葛劳孔说 我不这样认为 苏格拉底说 我认为 如果他对自己模仿的事物有真知的话 他是一定宁可现身于真的东西 而不愿现身于模仿的 他会热心于制造许多出色的真的制品 留下来作为自己身后的纪念 他会宁愿成为一个受称献的对象 而不会热心于做一个称献别人的人的 葛劳孔说 我赞成你的话 他的荣誉和利益一定会同样大的 苏格拉底说 因此 我们不会要求河马或任何其他诗人 给我们解释别的问题 我们不会问起 他们之中有谁是医生 而不是一个模仿医生说话的人 有哪个诗人 不论古诗的还是现实的 曾被听说帮助什么病人恢复过健康 像阿纳克勒比斯那样 或者他们曾传授医术给什么学生 像阿纳克勒比斯传授门徒那样 我们不谈别的记忆 不问他们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只谈河马 所想谈论的那些最重大最美好的事情 战争和指挥问题 城邦治理问题和人的教育问题 我们请他回答下述问题肯定是公道的 亲爱的河马 假定你虽然是我们定义为模仿者的那种 影像的制造者 但是离美德方面的真实并不隔开两层 而只是相隔一层 并且能够知道怎样的教育和训练 能够使人在公司生活中变好或变坏 那么请问 有哪一个城邦是因为你而被治理好了的 像斯巴达因为有来酷骨 别的许多大小不等的城邦 因为有别的立法者那样 有哪一个城邦把自己的大志说成是因为你是他们的优秀的立法者 是你给他们造福的 意大利和西西里人曾归功于哈朗德斯 我们归功于苏伦 有谁曾归功于你呢 他河马能回答得出吗 格劳孔说 我想他是回答不出的 连河马的崇拜者自己也不曾有人说河马是一个优秀的立法者 苏格拉底说 那么你曾听说过河马有过什么战争 是在他指挥或策划下打胜了的吗 格劳孔说 从未听说过 苏格拉底说 那么正如可以期望于一个长于实际工作的智者 你曾听说过河马在记忆或其他实物方面有过多项精巧的发明 像米利都的泰勒斯和斯库西亚的阿纳哈尔西斯那样 格劳孔说 一向也没听说过 苏格拉底说 如果他从未担任过什么公职 那么你有没有听说过他创建过什么私人学校 在世的时候学生们乐于从游听教 此后将一种河马楷模传给后人 正像毕达哥拉斯那样 毕达哥拉斯本人曾为此而受到特殊的崇敬 而他的继承者时至今日还把一种生活方式叫做毕达哥拉斯楷模 并因此而显得优越 河马也是如此吗 格劳孔说 从未听说过这种事 苏格拉底啊 要知道河马的学生克里昂夫洛斯作为河马教育的一个标本 或许甚至比自己的名字还更可笑呢 如果说关于河马的传说可靠的话 据传说他与河马在世时就轻视他 苏格拉底说 是有这个传说的 但是格拉孔啊 如果河马真能教育人提高他的品德 他却有真知识 而不是只有模仿术的话 我想就会有许多青年跟他学习 敬他爱他了 你说是吗 既然阿布德拉的普罗塔格拉 凯奥斯的普罗蒂卡斯和许多别的智者 能以私人教学使自己的同时代人深信 人们如果不受智者的教育 就不能管好家务治好国家 他们靠这种智慧赢得了深深的热爱 以致他们的学生只差一点没把他们顶在自己的肩上走路了 同样的道理 如果河马真能帮助自己同时代的人得到美德 人们还能让他或好希俄德 流离颠沛卖畅为生吗 人们会依依不舍 把他看得胜过黄金 强留他住在自己家里的 如果挽留不住 那么无论他到哪里 人们也会随时到那里 直到充分地得到了他的教育为止 你说我的这些想法对吗 格拉孔说 苏格拉底啊 我觉得你的画完全对的 苏格拉底说 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肯定下来 从河马以来 所有的诗人都不只是美德 或自己制造的其他的东西的影像的模仿者 他们完全不知道真实 这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 画家本人虽然对鞋匠的手艺一无所知 但是能画出像是鞋匠的人来 只要他们自己以及那些 又知道凭形状和颜色判断事物的观众 觉得像鞋匠就行了 不是吗 格拉孔说 正是的 苏格拉底说 同样的 我认为我们要说 诗人虽然除了模仿技巧而外一无所知 但他能以词语为手段 出色地描绘各种技术 当他用韵律 音部和曲调 无论谈论 制邪 指挥战争 还是别的什么 听众 由于和他一样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 只知道通过词语认识事物 念而总是认为他描绘的再好没有了 所以这些音乐性的成分 所造成的诗的魅力是巨大的 如果除去了诗的音乐色彩 将它变成了平淡无奇的散文 我想你知道诗人的语言将变成个什么样子 我想你已经注意过这些了 葛劳孔说 是的 我已经注意过了 苏格拉底说 他们就像一些并非生的真美 而只是因为年轻而显得好看的面孔 如今青春一过 荣华尽诗似的 葛劳孔说 的确像这样 苏格拉底说 那么下面我还是用惯常的程序 来开始讨论问题好吗 在凡是我们能用同一名称 称呼多数事 称呼多数事物的场合 我认为我们总是假定 它们只有一个形式或理念的 你明白吗 葛劳孔说 我明白 苏格拉底说 那么现在让我们随便举出 某一类的许多东西 例如说有许多的床或桌子 葛劳孔说 当然可以 苏格拉底说 但是概括这许多家具的理念 在我看来只有两个 一个是床的理念 一个是桌子的理念 葛劳孔说 是的 苏格拉底说 哟 我们也总是说 制造床或桌子的工匠 注视着理念或形式 分别的制造出 我们使用的桌子或床来 关于其他的事物也是如此 是吗 至于理念或形式本身 则不是任何匠人能造得出来的 这是肯定的 是吗 葛劳孔说 当然 苏格拉底说 但是现在请考虑一下 下属这种工匠 你给他取个什么样的名称呢 葛劳孔说 什么样的工匠 苏格拉底说 一种万能的工匠 它能制作一切东西 各行各业的工匠 所造的各种东西 葛劳孔说 你这是在说一种 灵巧的实在惊人的人 苏格拉底说 请略等一等 事实上马上 你也会像我这么讲的 须知 这同一个匠人 不仅能制作一切用具 他还能制作一切植物 动物 以及他自身 此外 他还能制造天 地 诸神 天体 和民间的一切呢 葛劳孔说 真是一个神奇极了的智者呀 苏格拉底说 你不信 请问 你是不是根本不信 有这种匠人呢 或者 你是不是认为 这种万能的工匠 在一种意义上说 是能有的 在另一种意义上说 是不能有的呢 或者请问 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也能 在某种意义上 制作出 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葛劳孔说 在什么意义上 苏格拉底说 这不难 方法很多 也很快 如果你愿意 拿着一面镜子 到处照的话 你就能最快地 做到这一点 你能很快地 制作出太阳 和天空中的一切 很快地 制作出大地 和你自己 以及别的用具 动物 植物 和所有我们 刚才谈到的 那些东西 葛劳孔说 是的 但这是影子 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呀 苏格拉底说 很好 你这画正巧 对我们的论证 有帮助 因为我认为 画家也属于 这一类的制作者 是吗 葛劳孔说 当然是的 苏格拉底说 但是我想你会说 他的制作 不是真的制作 然而画家 也在某种意义上说 制作了一张床 是吗 葛劳孔说 是的 他也是制作床的影子 苏格拉底说 哟 造床的工匠怎么样 你刚才不是说 他造的不是 我们承认 其为真正的床 或床的本质的 形式或理念 而只是一张具体 特殊的床而已吗 葛劳孔说 是的 我是这么说的 苏格拉底说 那么 如果他不能制造 事物的本质 那么他就不能 制造实在 而只能 制造一种 像实在 但并不真是实在的东西 是吗 如果有人说 造床的工匠 或其他任何 手艺人造出来的东西 是完全意义上的存在 这话就有可能是错的 是吗 葛劳孔说 无论如何 这终究不大可能是 善于进行我们这种 论证法的人的观点 苏格拉底说 因此 如果有人说 这种东西 也不过是一种 和真实 比较起来的 黯淡的阴影 这话是不会使我们 感到吃惊的 葛劳孔说 我们是一定不会吃惊的 苏格拉底说 因此 你把和自然 隔着两层的 作品的制作者 称为模仿者 葛劳孔说 正是 苏格拉底说 因此 悲剧世人 既然是模仿者 他就像 其他所有的 模仿者一样 自然的 和王者 或真实 隔着两层 葛劳孔说 看来是这样 苏格拉底说 那么 关于模仿者 我们已经 意见一致了 但是请你告诉我 画家 努力模仿的是 哪一种事物 你认为 是自然中的 每一事物本身 还是工匠的 制作品呢 葛劳孔说 工匠的作品 苏格拉底说 因此 这是事物的真实 还是事物的影像 这是需要 进一步明确的 葛劳孔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苏格拉底说 我的意思如下 例如一张床 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它 从侧面 或者从前面 或从别的角度看它 它都异于本身吗 或者 它只是样子显得不同 事实上 完全没有什么不同 别的事物 也莫不如此 是吗 葛劳孔说 只是样子显得不同 事实上 没有任何区别 苏格拉底说 那么 请研究下面这个问题 画家在做 关于每一个事物的画时 是在模仿事物的 实在本身 还是在模仿 看上去的样子呢 这是对影像的模仿 还是对真实的模仿呢 葛劳孔说 是对影像的模仿 苏格拉底说 因此 模仿术和真实 距离是很远的 而这似乎也正是他 之所以在把握了事物的一小部分 而且还是表象的一小部分时 就能制造任何事物的原因 例如 我们说 一个画家将给我们画一个斜匠或木匠 或别的什么工匠 虽然他自己对这些技术都一窍不通 但是 如果他是一个优秀的画家的话 只要他把所画的 例如木匠的肖像 陈列的离观众有一定的距离 他还是能骗过小孩和一些笨人 使他们信以为真的 葛劳孔说 这话当然对 苏格拉底说 我的朋友 我认为 在所有这类情况下 我们都应该牢记下述这一点 当有人告诉我们说 他遇到过一个人精通一切记忆 懂得一切 只有本行专家才懂得的其他事物 没有什么事物 他不是懂得比任何别人都清楚的 听到这些话时 我们必须告诉他说 你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 看来遇到了魔术师或巧于模仿的人 被他骗过了 你之所以以为他是万能的 乃是因为你不能区别知识 无知和模仿 葛劳孔说 再对不过了 苏格拉底说 说实在的 模仿不就是和隔着真理 两层的第三级事物相关的吗 葛劳孔说 是的 苏格拉底说 哟 模仿是人的哪一部分的能力呢 葛劳孔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苏格拉底说 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同样大小的东西 远看和近看 在人的眼睛里显得不一样大 葛劳孔说 是不一样大的 苏格拉底说 同一事物在水里看和不在水里看 取直是不同的 由于同样的视觉错误 同一事物的外表面的凹凸 看起来也是不同的 并且显然 我们的心灵里有种种诸如此类的混乱 绘画所以能发挥其魅力 正是利用了我们天性中的这一弱点 魔术师和许多别的诸如此类的艺人 也是利用了我们这一项弱点 葛劳孔说 真的 苏格拉底说 量 数和称 不是已被证明 为对这些弱点的最幸福的补救行为吗 他们不是可以帮助克服 好像多或少 好像大和小 好像轻或重 对我们心灵的主宰 代之以数过的数 量过的大小 和撑过的轻重的主宰的吗 葛劳孔说 当然 苏格拉底说 这些计量活动是心灵理性部分的工作 葛劳孔说 是这部分的工作 苏格拉底说 但是 当他计量了 并指出了某些事物比别的事物大些或小些或相等时 常常又同时看上去好像相反 葛劳孔说 是的 苏格拉底说 但是我们不是说过吗 我们的同一部分对同一事物同时呈相反的两种看法是不能容许的 葛劳孔说 我们的话是对的 苏格拉底说 心灵的那个与计量有相反意见的部分 和那个与计量一致的部分 不可能是同一个部分 葛劳孔说 当然不能是 苏格拉底说 信赖度量与计算的那个部分应是心灵的最善部分 葛劳孔说 一定是的 苏格拉底说 因此 与之相反的那个部分应属于我们心灵的低贱部分 葛劳孔说 必然的 苏格拉底说 因此 这就是我们当初说下面这些话时想取得的一致结论 我们当初曾说 绘画以及一般的模仿艺术 在进行自己的工作时 是在创造远离真实的作品 是在和我们心灵里的那个远离理性的部分交往 不以健康与真理为目的的 在向它学习 葛劳孔说 一定是的 苏格拉底说 因此 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 葛劳孔说 看来是的 苏格拉底说 请再考虑下面这个问题 影像的制造者 也就是模仿者 我们说是全然不知实在 而只知道事物外表的 是这样吗 葛劳孔说 葛劳孔说 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使用者的技术 制造者的技术和模仿者的技术 是吧 葛劳孔说 是的 苏格拉里说 于是一切器物 生物和行为的至善 美与正确 不都只与使用有关吗 作为人与自然创造一切的目的 葛劳孔说 是这样 苏格拉里说 然而这些东西和死后 等着正义者和不正义者的东西比较起来 在数上和量上就都算不上什么了 你们必须听听这个关于两种人的一个故事 以便每一种人都可以得到我们的论证 认为应当属于他的全部报应 葛劳孔说 请讲吧 比这更使我高兴听的事是不多的 苏格拉里说 我要讲的故事不像好德修斯 对于阿尔克诺斯讲的那么长 但是也是一个关于勇士的故事 这个勇士名叫俄洛斯 是阿尔米纽斯之子 出身潘菲里亚种族 在一次战斗中 他被杀身死 死后第十天 尸体被找到运回家去 第十二天举行葬礼 当他被放上火葬堆时 竟复活了 复活后他讲述了自己在另一个世界所看到的情景 他说 当他的灵魂离开躯体后 便和大家的鬼魂结伴前行 他们来到了一个奇特的地方 这里地上有两个并排的洞口 和这两个洞口正对着的 天上也有两个洞口 法官们就坐在天地之间 他们每判决一个人 正义的便吩咐从右边升天 胸前贴着判决证书 不正义的便命令他从左边下地 背上带着证明其生前所作所为的标记 俄罗斯说 当他自己挨尽时 法官却派给他一个传递消息给人类的任务 要他把那个世界的事情告诉人类 吩咐他仔细听 仔细看这里发生的一切 于是他看到 判决通过后 鬼魂纷纷离开 有的走上天的洞口 有的走下地的洞口 同时也有鬼魂从另一地的洞口上来 风尘仆仆 形容污秽 也有鬼魂从另一天的洞口下来 干净纯洁 不断到来的鬼魂 看上去都像是经历了长途跋涉 现在欣然来到一片草场 搭下帐篷准备过节式的 他们熟人相逢 相互问候 来自地下的 询问对方在天上的情况 来自天上的 询问对方在地下的情况 他们相互诉说着自己的经历 地下来的人追溯着自己在地下的行程 一趟就是一千年 遭遇的痛苦和看到的事情 他们一面说 一面悲叹痛哭 天上来的人则叙述他们看到天上的不寻常的美和幸福快乐 葛老孔啊 所有这些通通说出来得花我们很多时间 简而言之 俄罗斯告诉人们说 一个人生前对别人做过的坏事 死后每一件都要受十倍的报应 也就是说 每百年受罚一次 人以一百年算作一世 因此受到的惩罚就十倍于罪恶 举例说 假定一个人曾造成过许多人的死亡 或曾在战争中投敌 致使别人成了战俘奴隶 或参加过什么别的罪恶勾当 他必须为每一件罪恶受十倍的苦难作为报应 同样 如果一个人做过好事 为了公正 虔诚 他会得到十倍的报酬 俄罗斯还讲到 出生了不久就死了的 或只活了很短的时间就死了的婴儿 但这些不值得我在复述 俄罗斯还描述了 崇拜神灵 宵敬父母的人受到的报酬更大 亵渎神灵 忤逆父母 谋害人命的人受到的惩罚也更大 例如 他告诉人们说 他亲眼目睹 有人问 阿尔地阿伊俄斯大王在哪里 这个阿尔地阿伊俄斯 刚好是此前整整一千年的 潘菲里亚某一城邦的暴君 据传说 他曾杀死自己年老的父亲和自己的哥哥 还做过许多别的邪恶的事情 因此回答这一问题的人说 他没来到这里 大概也不会来这里了 因为下述这件事的确是我们所曾遭遇过的可怕的事情之一 当我们走到洞口即将出洞 受苦也已走到头时 忽然看到了他 还有其他的一些人 他们差不多大部分是暴君 虽然有少数属于私人生活上犯了大罪的 当他们这种人想到自己终将通过洞口而出时 洞口是不会接受的 凡罪不容赦 或者还没有受够惩罚的人想要出洞 洞口就会发出吼声 有一些样子凶狠的人守在洞旁 他们能听懂吼声 于是他们把有些人捉起来带走 而像阿尔蒂阿易俄斯那样的一些人 他们则把他们捆住手脚头颈 丢在地上 剥他们的皮 在路边上拖 用金条抽打 同时把这些人为什么受这种折磨的缘由 以及还要被抛入塔尔塔洛斯地牢的事 告知不时从身边走过的人们 他说 那时他们虽然碰见过许多各式各样可怕的事情 但是最可怕的还是担心自己想出去时听到洞口发出吼声 要是走出来没有吼声 就再庆幸不过了 审判和惩罚如上述 给正义者的报酬与此相反 但是一批又一批的人在草场上住满了七天 到第八天上 就被要求动身继续上路 走了四天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 在这里 他们看得见一根笔直的光柱 自上而下的贯通天地 颜色像红 但比红更明亮更纯洁 又走了一天 他们到了光柱所在地 他们在光柱中间 看见有白天而降的光线的末端 这光柱是诸天的枢纽 就像海船的龙骨 把整个旋转的碗形圆拱维系在一起 推动所有的球形天体 运转的那个必然之纺锤 悬挂在光线的末端 光柱和它上端的挂钩是豪铁的 圆拱是豪铁和别的物质合金的 圆拱的特点如下 它的形状像人间的圆拱 但是照俄罗斯的描述 我们必须想象 最外面的是一个中空的大圆拱 由外至内 第二个拱比第一个拱小 正好可以置于其中 第二个中间也是空的 空处正好可以置入第三个 第三个里置入第四个 如此等等 直到最后第八个 一共像大小相套的一套碗 由于所有这八个碗形 彼此内面和外面相契合 从上面看去 它们的边缘都成圆形 所以合起来在光柱的周围 形成一个单一的圆拱连续面 光柱笔直地穿过第八个碗拱的中心 最外层的那个碗拱的碗边最宽 碗边次宽的是第六个 依次是第四个 第八个 第七个 第五个 第三个 最窄的是第二个 最外层的那个碗边颜色复杂多样 第七条边最亮 第八条边反射第七条边的亮光 颜色同它一样 第二条和第五条边颜色彼此相同 但比前者黄些 第三条边颜色最白 第四条边稍红 第六条边刺白 旋转起来整个仿锤体系是一个运动 但是在这整个运动内部 里面七层转得慢 方向和整个运动相反 其中第八层运动的最快 第七 第六 第五 彼此一起转动 运动的其四快 有返回原处现象的第四层 在它们看起来运动速度第三 第三层速度第四 第二层速度第五 整个仿锤在必然的漆上旋转 每一个顽口拱上的边上都站着一个海女歌腰 跟着一起转 各发出一个音 八个音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音调 此外还有三个女神 距离大约相等 围成一圈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她们是必然的女儿 命运三女神 身着白袍 头树发带 她们分别名叫 拉赫西斯 克洛索 阿特罗伯斯 和海妖门合唱着 拉赫西斯唱过去的事 克洛索唱当前的事 阿特罗伯斯唱将来的事 克洛索右手不时地接触仿锤的外面 使他转动 阿特罗伯斯用左手以同样的动作帮助内面转 拉赫西斯两手交替着两面帮转 葛洛索啊 这个故事就这样被保存了下来 没有王仪 如果我们相信他 他就能救助我们 我们就能安全地度过 乐赛之河 而不在这个世上玷污了我们的灵魂 不管怎么说 愿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 灵魂是不死的 它能忍受一切的恶和善 让我们坚持永远走向上的路 追求正义和智慧 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自己和神的爱 无论是今世活在这里 还是在我们死后 像竞赛胜利者领取奖品那样 得到报酬的时候 我们也才可以诸事顺遂 无论今世在这里 还是将来在我们所描述的那一千年的旅程中 苏格拉底说 那么你肯把在讨论中借去的东西还给我吗 格劳孔说 那是指的什么 苏格拉底说 我曾经容许你们说 正义者被认为不正义 而不正义者被认为正义 因为那时你们认为 虽然这些事事实上瞒不过神和人 但是为了讨论的目的 还是应当做出让步 以便判明真正的正义和真正的不正义 你不记得了 格劳孔说 赖账是不公道的 苏格拉底说 正义与不正义既已判明 我要求你把正义 从人神处得来的荣誉 归还给正义 我要求我们一致同意 他被这样认为 以便相信 他能够把因被认为正义 而赢得的奖品 搜集起来 交给有正义的人 既然我们的讨论已经证明 他能把来自善的利益 赠给那些真正探求 并得到了他的人 而不欺骗他们 格劳孔说 这是一个公正的要求 苏格拉底说 那么神事实上 不是不知道正义者 或不正义者的性质 这不是你要归还的第一件吗 格劳孔说 我们归还这个 苏格拉底说 既然他们是瞒不了的 那么第一种人将是神所爱的 另一种人将是神所赠的 我们一开始就曾对此 取得过一致意见 格劳孔说 是这样 苏格拉底说 又我们要一致相信 来自神的一切都将最大的可能造福于神所爱的人 除非他因有前世的罪孽 必须受到某种惩罚 是吧 格劳孔说 当然 苏格拉底说 因此我们必须深信 一个正义的人 无论陷入贫困 疾病 还是遭到别的什么不幸 最后都将证明 所有这些不幸对他 无论活着的时候还是死后 都是好事 因为一个愿意 并且热切地追求正义的人 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践神的一般美德 这样的人是神一定永远不会忽视的 格劳孔说 这种人既然像神一样 理应不会被神所忽视 苏格拉底说 关于不正义的人 我们不是应当有相反的想法吗 格劳孔说 理所应当 苏格拉底说 因此 这些就是神赐给正义者的胜利奖品 格劳孔说 至少我认为是这样 苏格拉底说 但是 一个正义者从人间得到什么呢 如果应当讲真实 情况不是如下述这样吗 狡猾而不正义的人 很像那种 在前一半跑道上跑得很快 但是在后一半就不行了的赛跑运动员 不是吗 他们起跑很快 但是到最后精疲力竭 跑完时 遭到嘲笑 嘘骂 得不到奖品 真正的运动员能跑到终点 拿到奖品 夺得花冠 正义者的结局 不也总是这样吗 他的每个行动 他和别人的交往 以及他的一生 到最后 他总是能从别人那里 得到光荣 取得奖品的 格劳孔说 的确是的 苏格拉底说 因此 你允许我把过去 你们说是不正义者的那些益处 现在归还给正义者吗 因为我要说 正义者随着年龄的增长 只要愿意就可以治理自己的国家 要跟谁结婚 就可以跟谁结婚 要跟谁攀儿女亲家 就可以跟谁攀亲家 还有你们过去说成是不正义者的 现在我说成是正义者的一切好处 我还要说到不正义者 他们即使年轻时没有被人看破 但大多数人到了人生的最后 会被捉住 受到嘲弄 他的老年将过得很悲惨 受到外国人和本国同胞的唾骂 他们将遭到鞭吃 受到一切 你正确地称之为野蛮的那些处罚 还有拷问和烙印 他们所遭受的一切 请你假定自己已经全听我说过了 但是请你考虑一下 要不要耐心地听我把它说完 葛劳孔说 当然要 因为你的话是公正的 斯格拉底说 这些就是正义者活着的时候 从神和人处得到的奖品 兴奉和馈赠 除正义本身是赐予的福利而外 葛劳孔说 这是一些美好的可靠的报酬 当俄罗斯一行的灵魂到达这里时 他们直接走到拉赫西斯面前 这时有一个神使出来指挥他们排成次序和间隔 然后从拉赫西斯期上取下揪和生活模式 登上一座高坛宣布道 请听必然的闺女拉赫西斯如下的神意 诸多一日之魂 你们包含死亡的另一个轮回的新生即将开始了 不是神决定你们的命运 是你们自己选择命运 谁念得第一号 谁就第一个挑选自己将来必须度过的生活 美德任人自取 每个人将来有多少美德 全看他对他重视到什么程度 过错有选择者自己负责 与神无赦 说完 神使把揪撒到他们之间 每个灵魂就近拾起一揪 洛洛斯处外 神不让他拾去 拾得的人看清自己抽得的号码 接着神使把生活模式放在他们面前的地上 数目比在场的人数多得多 模式各种各样 有各种动物的生活和各种人的生活 其中有建筑的生活 建筑也有终身在位的 也有中途垮台 因而受穷的 被放逐的 或成乞丐的 还有男女名人的荣誉生活 其中有因貌美的 有因体壮的 有因勇武的 有因父母高贵的 有靠祖先福音的 还有在这些方面 有坏名声的男人和女人的生活 灵魂的状况是没有选择的 因为不同生活的选择 必然决定了不同的性格 而其他的事物在选定的生活中 则都是不同程度的互相混合着的 和富裕或贫穷 疾病或健康 以及各种程度的中间状况混合着的 亲爱的格劳孔 这个时刻看来对一个人 是一切都在危险中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 都宁可轻视别的学习 而应当首先关心 寻师访友 请他们指导我们 辨别善的生活和恶的生活 随时随地地选取 尽可能最善的生活的缘故 我们应当对我们所讨论的这一切 价以计算 估价他们 或一起或分别的 对善的生活的影响 了解美貌而又贫困或富裕 或美貌结合着各种心灵习惯 对善或恶有什么影响 了解出身贵贱 社会地位 职位高低 体质强弱 思维敏捷或迟钝 以及一切诸如此类先天的 或后天习得的心灵习惯 彼此联系着又有什么影响 考虑了所有这一切之后 一个人就能目光注视着自己灵魂的本性 把能使灵魂的本性更不正义的生活 命为较恶的生活 把能使灵魂的本性更正义的生活 命为较善的生活 因而能在较善的生活和较恶的生活之间 做出合乎理性的抉择 其余一切 他应该不考虑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无论对于生时还是死后 这都是最好的选择 人死了也应当是把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念 带去民间 让他即使在那里 也可以不被财富 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恶所迷惑 可以不让自己陷入建筑的暴行 或其他诸如此类的行为 因而受更大的苦 可以知道 在这类事情方面如何在整个今生和所有的来世 永远选择中庸之道 而避免两种极端 因为这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之所在 据俄罗斯告诉我们 神使在把生活模式让大家选择之前 不告大家 即使是最后一个选择也没关系 只要他的选择是明智的 他的生活是努力的 仍然有机会选到能使他满意的生活 愿第一个选择者审慎对待 最后一个选择者不要灰心 神使说完 燕德第一号的灵魂走上来选择 他挑了一个最大建筑的生活 他出于愚蠢和贪婪 做了这个选择 没有进行全面的考察 因此没有看到其中还包含着吃自己的孩子 等等可怕的命运在内 定下心来一细想 他后悔了 于是锤打自己的胸膛 嚎啕痛哭 他忘了神使的警告 不幸是自己的过错 他怪命运和神等等 就是不怨自己 这是一个在天上走了一趟的灵魂 他的前世生活循规蹈矩 但是他的善是由于风俗习惯 而不是学习哲学的结果 确实 广而言之 凡是受了这种诱惑的人 大多数来自天上 没有吃过苦头受过教训 而那些来自地下的灵魂 不但自己受过了苦 也看见别人受过苦 就不会那么匆忙草率地做出选择了 大多数灵魂的善恶出现了交换 除了抓究中的偶然性之外 这也是一个原因 我们同样可以确信 凡是在人间能忠实地追求智慧 抓究时又不是抓到最后一号的话 如果这里讲的故事可信的话 这样的人不仅今生今世 可以期望得到快乐 死后以及再回到人间来时 走的也会是一条平坦的天国之路 而不是一条崎岖的地下之路 俄罗斯告诉我们 某些灵魂选择自己的生活 是很值得一看的 其情景是可惊奇的 可怜的而又可笑的 他们的选择 大部分决定于自己前生的习性 例如 他看见俄尔菲的灵魂 选取了天鹅的生活 他死于妇女之手 因而恨一切妇女 而不愿意再生于妇女 塞密洛斯的灵魂 选择了夜鹰的生活 也有天鹅夜鹰等鸽鸟 选择了人的生活的 第二十号灵魂 选择了雄狮的生活 那是特拉蒙之子 阿雅斯的灵魂 他不愿意变成人 因为他不能忘记 那次关于阿克流斯的武器 归属的裁判 接着轮到阿加门农 他也由于自己受到的苦难 而怀恨人类 因此选择了鹰的生活 选择进行到大约一半时 轮到了阿泰兰泰 他看到做一个运动员的巨大荣誉时 不禁选择了运动员的生活 在他之后 是潘洛佩额斯之子 厄佩额斯 他愿投生为 一有诀巧技术的妇女 在远远的后面 华记家塞尔西特斯的灵魂 正在给自己套上一个猿猴的躯体 抓究的结果拿到最后一号 最后一个来选择的 竟是奥德修斯的灵魂 由于没有忘记前生的辛苦劳累 他已经抛弃了雄心壮志 他花了很多时间走过各处 想找一种只需关心自己事物的 普通公民的生活 他好不容易发现了这个模式 他遗落在一个角落里 没有受到别人的注意 他找到踏实说 即使抽到第一号 他也会同样很乐意地选择这一生活模式 同样的 还有动物变成人的 一种动物变成另一种动物的 不正义的变成野性的动物 正义的变成温顺的动物 以及一切混合的和联合的变化 总之 当所有的灵魂已经按照号码次序 选定了自己的生活时 他们列队走到了拉赫西斯跟前 他给每一个灵魂派出一个监护神 以便引领他们度过自己的一生 完成自己的选择 监护神首先把灵魂引到科罗索处 就在他的手下方 在纺锤的旋转中批准了所选择的命运 跟他接触之后 监护神再把灵魂引领到阿特罗伯斯旋转纺锤的地方 使命运之线不可更改 然后每个灵魂头也不回地从必然的宝座下走过 一个灵魂过来了 要等所有其他的灵魂都过来了 才大家在一起上路 从这里他们走到乐赛的平原 经过了可怕的闷热 因为这里没有树木和任何的植物 傍晚他们素营守阿米勒斯河畔 他的水没有任何瓶子可盛 他们全都被要求在这河里喝规定数量的水 而其中一些没有智慧帮助的人 便引得了超过这个标准数量 一喝这水他们便忘了一切 他们睡着了 到了半夜便可以听到雷声隆隆 天摇地动 所有的灵魂便突然被抛弃 向流星四射 向四方散开去 重新投生 俄罗斯本身则被禁止喝这河的水 但他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自己肉体的 他只知道自己睁开眼睛时 天已经亮了 他正躺在火葬的柴堆上 苏格拉里说 在一个人身上 同时关于同一事物 由两种相反的势力表现出来 我们认为这表明 他身上必定存在着两种成分 格劳孔说 当然是的 苏格拉里说 其中之一准备在法律指导他的时候 听从法律的指引 不是吗 格劳孔说 请做进一步的申诉 苏格拉里说 法律会以某种方式告知 遇到不幸时尽可能地保持冷静 而不急躁诉苦是最善的 因为这类事情的好坏是不得而知的 不做克制也无补于事 人事生活的事本来也没有什么值得太重视的 何况悲痛也只能妨碍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尽可能较快地取得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呢 格劳孔说 你指的是什么帮助呢 苏格拉里说 周密的思考所发生的事情呀 就像在制骰子时 骰子落下后 决定对制出的点数怎么办那样 根据理性的指示 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应该是最善之道 我们一定不能像小孩子受了伤那样 在啼哭中浪费时间 而不去训练自己心灵养成习惯 尽快地设法智商就死 以求消除痛苦 格劳孔说 这的确是面临不幸时 处置不幸的最善之道 苏格拉里说 因此我们说 我们的最善部分是愿意遵从理性之道的 格劳孔说 显然是的 苏格拉里说 因此我们不是也要说 一味引导我们回忆受苦和止之悲叹 而不能充分地得到那种帮助的那个部分 是我们的无理性的 无意的部分 是懦弱的伙伴 格劳孔说 是的 我们应该这么说 苏格拉里说 因此 我们的那个不冷静的部分 给模仿提供了大量各式各样的材料 而那个理智的 平静的精神状态 因为它几乎是永远不变的 所以是不容易模仿的 模仿起来 也是不容易看懂的 尤其不是涌到剧场里来的 那一大群杂七杂八的人 所容易了解的 因为被模仿的 是一种他们所不熟悉的感情 格劳孔说 一定的 苏格拉里说 很显然 从事模仿的诗人 本质上不是模仿心灵的这个善的部分 他的技巧也不是为了让这个部分高兴的 如果他要赢得广大观众的好评的话 他本质上是和暴躁的多变的性格联系的 因为这容易模仿 格劳孔说 这是很明显的 苏格拉里说 到此 我们已经可以把诗人捉住 把他和画家放在并排了 这是很公正的 因为像画家一样 诗人的创作是真实性很低的 因为像画家一样 他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 因此 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 因为它的作用在于激励 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 毁坏理性部分 就像在一个城邦里 把政治权利交给坏人 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 我们同样说 模仿的诗人 还在每个人的心灵里 建立起一个恶的政治制度 通过制造一个远离真实的影像 通过讨好那个不能辨别大和小 把同一事物一会儿说大 一会儿又说小的无理性部分 葛劳孔说 的确是的 苏格拉底说 那么我们是不是打算还用刚才的这些事例来研究这个模仿者的本质呢 即究竟谁是真正的模仿者 葛劳孔说 就请这么做吧 苏格拉底说 那么下面我们设有三种床 一种是自然的床 我认为我们大概得说它是神造的 或者是什么别的造的吗 葛劳孔说 我认为不是什么别的造的 苏格拉底说 其次一种是木匠造的床 葛劳孔说 是的 苏格拉底说 再一种是画家画的床 是吗 葛劳孔说 就算是吧 苏格拉底说 因此 画家 造床匠 神 是这三者造这三种床 葛劳孔说 是的 这三种人 苏格拉底说 神 或是自己不愿 或是有某种力量 迫使他不能制造超过一个的自然床 因而就只造就了一个本质的床 真正的床 神从未造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这样的床 他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新的了 葛劳孔说 为什么 苏格拉底说 因为假定神只制造两张床 就会又有第三张出现 那两个都以他的形式为自己的形式 结果就会这第三个是真正的本质的床 那两个不是了 葛劳孔说 对 苏格拉底说 因此 我认为 神由于知道这一点 并且希望自己成为真实的床的真正制造者 而不只是一个制造某一特定床的木匠 所以 他就只制造了唯一的一张自然的床 葛劳孔说 看来是的 苏格拉底说 那么 我们把神叫做床之自然的创造者 可以吗 还是说叫做什么别的好呢 葛劳孔说 这个名称是肯定正确的 既然自然的床 以及所有其他的自然的东西都是神的创造 苏格拉底说 梦将怎么样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床的制造者吗 葛劳孔说 可以 苏格拉底说 我们也可以称画家为这类东西的制造者或创造者吗 葛劳孔说 无论如何不行 苏格拉底说 那么 你说他是床的什么呢 葛劳孔说 我觉得 如果我们把画家 叫做那两种人所造的东西的模仿者 应该是最合适的 苏格拉底说 但是 我们还没有控告诗歌的最大最壮呢 他甚至有一种能腐蚀最优秀人物的力量呢 这是很可怕的 葛劳孔说 如果他真有这样的力量 确实可怕的 苏格拉底说 请听我说 当我们听河马或某一个悲剧诗人模仿某一英雄受苦 长时间的悲叹或吟唱 捶打自己的胸膛 你知道 这时即使是我们中的最优秀的人物也会喜欢他 热情的热切的听着 听入迷了的 我们会称赞一个能用这种手段最有力的打动我们情感的诗人是一个优秀的诗人的 葛劳孔说 我知道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说 然而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了不幸时 你也知道我们就会反过来 以能忍耐能保持平静而自豪 相信这才是一个男子汉的品行 相信过去在剧场上所称道的那种行为 乃是一种辅导人家的行为 葛劳孔说 是的 我也知道这个 苏格拉底说 那么 当我们看看舞台上的那个性格 我们羞于看到自己像那样的 而称赞时 你认为这种称赞是真的正确的吗 我们喜欢并称赞这种性格 而不厌恶他 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吗 葛劳孔说 说真的 看来没有道理 苏格拉底说 特别是 假如你这样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葛劳孔说 怎样思考 苏格拉底说 请你做如下的思考 舞台演出时 诗人是在满足和迎合我们心灵的那个 在我们自己遭到不幸时被强行压抑的 本性渴望 痛哭流涕 以求发泄的部分 而我们天性最优秀的那个部分 因未能受到理性 生活习惯 应有的教育 放松论 对哭泣的监督 理由是 他是在看别人的苦难 而赞美和怜悯别人 一个宣扬自己的美德 而又表演出极端苦痛的人 是没什么可耻的 此外 他认为自己得到的这个快乐 全然是好事 他是一定不会同意 因反对全部的诗歌 而让这种快乐一起失去的 因为没有多少人能想到 替别人设身处地的感受 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为自己的感受 在那种场合养肥了的怜悯之情 到了我们自己受苦时 就不容易被制服了 葛劳孔说 极为正确 苏格拉底说 关于怜悯的这个论证法 不也适用于喜剧的笑吗 虽然你自己本来是羞于插科打混的 但是在观看喜剧表演 甚或在日常谈话中 听到滑稽笑话时 你不会嫌他粗俗 反而觉得非常快乐 这和怜悯别人的苦难不是一回事吗 因为这里同样的 你的理性由于担心你被人家看作小丑 因而在你跃跃欲试时 克制了你的那个说笑本能 在剧场上你任其自变了 他的面皮越磨越厚了 于是你自己也在不知不觉地 在私人生活中成了一个爱查科打混的人了 格劳孔说确实是的 苏格拉底说 爱情和愤怒 以及心灵的其他各种欲望和苦乐 我们说他们是和我们的一切行动同在的 诗歌在模仿这些情感时 对我们所起的作用也是这样 在我们应当让这些情感干枯而死时 诗歌却给他们浇水施肥 在我们应当统治他们时 以便我们可以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 而不是更快更可悲时 诗歌却让他们确立起了对我们的统治 格劳孔说 我没有意义 苏格拉底说 这个道理只适用于眼睛看的事物呢 还是也适用于耳朵听的事物 适用于我们所称的诗歌呢 格劳孔说 大概也适用于听方面的事物 苏格拉底说 让我们别只相信根据绘画而得出的大概 让我们来接着考察一下 从事模仿的诗歌所打动的那个心灵部分 看这是心灵的低贱部分还是高贵部分 格劳孔说 必须这样 苏格拉底说 那么让我们这么说吧 诗的模仿术 模仿行为之的人 或被迫的或自愿的 以及作为这些行为的后果 他们交了好运或恶运设想的 并受到了苦或乐 出此而外还有别的什么吗 格劳孔说 别无其他的了 苏格拉底说 在所有的这些感受里 人的心灵是统一的呢 或者还是正如在看的方面 对统一的事物 一个人自身内 能在同时有分歧和相反的意见那样 在行为方面 一个人内部 也是能有分裂和自我冲突的呢 不过我想起来了 在这一点上 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再寻求一致了 因为前面讨论时 我们已经充分地取得了一致意见 我们的心灵在任何时候 都是充满无数这种冲突的 格劳孔说 对 苏格拉底说 对是对 不过那时说漏了 我想现在必须提出来了 格劳孔说 漏了什么 苏格拉底说 一个优秀的人物 当他不幸交上了厄运 诸如丧了儿子 或别的什么心爱的东西时 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 他会比别人容易忍受得住 格劳孔说 无疑的 苏格拉底说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因为他不觉得痛苦呢 还是说 他不可能不觉得痛苦 只是因为他对痛苦 能有某种节制呢 格劳孔说 后一种说法比较正确 苏格拉底说 关于他 现在我想请问你这样一个问题 你认为他在哪一种场合 更倾向于克制自己的悲痛呢 是当着别人的面 还是在独处的时候呢 格劳孔说 在别人面前 他克制得多 苏格拉底说 但是当他独处时 我想他就会让自己 说出许多怕被别人听到的话 做出许多不愿意被别人看到的事来的 格劳孔说 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说 促使他克制的是理性与法律 纵容他对悲伤让步的是纯情感本身 不是吗 格劳孔说 是的 苏格拉底说 因此 完全必然的是 任何事物的使用者 乃是对他最有经验的 使用者把使用中看到的该事物的性能好坏 通报给制造者 例如 吹奏长笛的人 报告给使用长笛的人 各种长笛在演奏中表现出来的性能如何 并吩咐制造怎样的一种 制造者则按照他的吩咐去制造 格劳孔说 当然 苏格拉底说 于是 一种人知道并报告关于笛子的优劣 另一种人信任他 照他的要求去制造 格劳孔说 是的 苏格拉底说 因此 制造者对这种乐器的优劣 能有正确的信念 这是在和对乐器有真知的人的交流中 在不得不听从他的意见时的信念 而使用者对他则能有知识 格劳孔说 的确是的 苏格拉底说 模仿者关于自己描画的事物 知是否美与正确 能有从经验与使用中得来的真知吗 或者他能有在与有真知的人不可少的交往中 因听从了后者关于正确制造的要求之后 得到的正确意见吗 格劳孔说 都不能有 苏格拉底说 那么模仿者关于自己模仿的优还是烈 就既无知识 也无正确意见了 格劳孔说 显然是的 苏格拉底说 因此 诗人作为一种模仿者 关于他所创造的东西的智慧是最美的了 这里有一处注视 这是一句讽刺挖苦的话 应当反过来理解 格劳孔说 一点也不是 苏格拉底说 他尽管不知道自己创造的东西是优还是烈 他还是照样继续模仿下去 看来他所模仿的东西对于一无所知的群众来说还是显得美的 格劳孔说 还能不是这样吗 苏格拉底说 看来我们已经充分地取得了如下的一致意见 模仿者是对于自己模仿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知识 模仿只是一种游戏 是不能当真的 想当悲剧作家的诗人 不论是用一阳格还是用史诗格写作 尤其都只能是模仿者 格劳孔说 一定是的 苏格拉底说 因此格劳孔啊 当你遇见赞颂河马的人 听到他们说河马是希腊的教育者 在管理人们生活和教育方面 我们应当学习它 我们应当按照他的教导来安排我们的全部生活 这时你必须爱护和尊重 说这种话的人 因为他们的认识水平就是这么高 你还得对他们承认 河马却是一个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 但是你自己应当知道 实际上我们只是许可歌颂神明的 赞颂好人的诗诗进入我们的城邦的 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 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 那时的快乐和痛苦 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 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 格劳孔说 极其正确 苏格拉里说 到此让我们结束重新讨论诗歌 以及进一步申诉理由的工作吧 我们的申诉是 既然诗歌的特点是这样 我们当初把诗逐出我们的国家 的确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是论证的结果要求我们这样做的 为了防止它怪我们简单粗暴 让我们再告诉它 哲学和诗歌的争吵是古以有之的 例如什么对着主人狂吠的哀叫的狗 什么吃人瞎扯中的大人物 什么政治保学知识的群盲 什么缜密地思考自己贫穷的人力 以及无数其他的说法 都是这方面的证据 然而我们仍然申明 如果为娱乐而写作的诗歌和戏剧 能有理由证明 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是需要他们的 我们会很高兴地接纳它 因为我们自己也能感觉到它对我们的诱惑力 但是背弃看来是真理的东西是有罪的 我的朋友你说是这样吗 你自己没有感觉到它的诱惑力吗 尤其是当河马本人在进行蛊惑你的时候 格劳孔说的确是的 苏格劳孔说 那么当诗已经申辨了自己的理由 或用抒情诗格或用别的什么格律 他可以公正地从流放中回来吗 格劳孔说当然可以 苏格劳孔说 我们大概也要许可诗的拥护者 他们自己不是诗人只是诗的爱好者 用无韵的散文深述理由 说明诗人不仅是令人愉快的 而且是对有秩序的管理 和人们的全部生活有益的 我们也要善意地倾听他们的辩护 因为如果他们能说明 诗歌不仅能令人愉快 而且也有益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 诗与我们是有利的了 格劳孔说 我们怎样才能有利呢 苏格拉底说 不过我的好朋友 如果他们说不出理由来 我们也只好像那种发觉爱情 对自己不利时即冲破情网 不论这样做有多么不容易的恋人一样了 尽管我们受到了我们的美好制度的教育 已养成了对这种诗歌的热爱 因而我们很乐意能听到他们提出 尽可能有利的理由 来证明诗的善与真 但是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就要在心里 对自己默念一遍自己的理由 作为抵制诗之魅力的咒与真言 以防止自己堕入众人的那种幼稚的爱中去了 我们已经得以知道 我们一定不能太认真的 把诗歌当成一种有真理 做依据的正经事物看待 我们还要警告诗的听众 当心他对心灵制度的不良影响 要从他们听从我们提出的对诗的看法才好 格劳孔说 我完全同意 苏格拉底说 亲爱的格劳孔 这场斗争是重大的 其重要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它是决定一个人善恶的关键 因此不能让荣誉 财富 权利 也不能让诗歌 又是我们漫不经心的 对待正义和一切美德 格劳孔说 根据我们所做的论证 我赞成你的这个结论 并且我想别的人也会赞同你的话的 苏格拉底说 但是 认为一个事物能被别的事物的恶所毁灭 它自身的恶不毁灭它 这种想法肯定是没有道理的 格劳孔说 是没有道理的 苏格拉底说 因为格劳孔啊 请注意 我们不会认为如下的说法是确当的 人的身体被食物的恶 不论是发霉还是腐烂 还是别的什么所毁灭 虽然当食物的恶在人体内造成人体的毛病时 我们会说 身体因为些食物而被它自己的恶 即疾病所毁灭 但是我们永远不会认为 身体作为一物 可能被食物作为另一物的恶 来自一个 一个外来的恶 没有造成身体的疾病 所毁灭 格劳孔说 你的话十分正确 苏格拉底说 同样的道理 如果说肉体的恶 不能在灵魂里造成灵魂的恶 我们就永远不能相信 灵魂能被一个外来的恶 离开灵魂本身的恶 所灭亡 即一事物被它事物的恶 所灭亡 格劳孔说 这是很合理的 苏格拉底说 因此我们必须批驳下述论点 指出它的错误 或者 如果不去驳斥它 我们也必须永远坚持 热病或别的什么病 刀杀或碎尸万段 能使灵魂灭亡 这说法看来也不像有更多的道理 除非有人能证明 灵魂因肉体的这些遭受 而变得更不正义或更恶 我们不能承认 无论灵魂还是别的什么 可以因有别的事物的恶和它存在 没有它自己的恶而被灭亡的 格劳孔说 无论如何 不会有人能证明 一个临死的人的灵魂 能因死亡而变得更不正义的 苏格拉里说 但是 如果有人胆敢固执这个论点 为了避免被迫走上 承认灵魂不朽 他说 一个临死的人 是变得更恶 更不正义的 这时 我们将仍然主张 如果他的话是真的 那么不正义 对于不正义者 是致命的 就像疾病致死一样 如果不正义 天人能杀死不正义的人 那么 染上不正义的人 就会死于不正义 最不正义者 就会死得最快 不正义较少的人 就会死得比较慢 但是当前事实上 不正义者 不是死于不正义 而是因干坏事 死于别人所施加的惩罚 格劳孔说 的确是的 不正义 如果对于不正义者 是致命的 结果 他就不会显得 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了 因为他 如果这样 就会是一个 能除恶的东西了 我倒宁可认为 他将表明正好相反 证明他是一个 只要可能 就会杀死别人的东西 是一个 的确能使不正义者 活着的东西 不仅使他活着 而且我认为 还能给他 以充沛的精力 随着他和致命 分离 苏格拉里说 你说的很对 如果特有的病 和特有的恶 不能杀死 或毁灭灵魂 那么 本来就是用于 毁灭别的东西的恶 就更不能毁灭 灵魂或任何 其他事物了 除了毁灭 他专毁遍的 那个东西而外 格劳孔说 看来是更不能了 苏格拉里说 既然任何恶 无论特有的 还是外来的 都不能毁灭他 可见他毕竟是永恒存在的 既然是永恒存在的 就必定是不朽的 格劳孔说 必定是不朽的 苏格拉里说 这一点到此 让我们就这样定下来吧 哟 如果这一点定下来了 那么你就会看到 灵魂永远就是这些 灵魂既不会减少 因为其中没有一个能灭亡 同样也不会有增加 因为如果不朽事物能增加 你知道 必定要有事物 从可朽者变成不朽者了 结果就一切事物都能不朽了 格劳孔说 你说的对 苏格拉里说 我们一定不能有这个想法 因为它是理性所不能许可的 我们也一定不能相信 灵魂实在在 本质上是这样一种事物 它内在有许多不同 不像和矛盾 格劳孔说 我该如何理解你这话呢 苏格拉里说 一个事物如果是由多种部分合成 而又不是最好的组织在一起的 如我们 像我们如今看到灵魂的情况那样的话 它要是不朽是不容易的 格劳孔说 看来的确是不容易的 苏格拉里说 因此 刚才的论证 以及其他的论证 大概已使我们不得不承认灵魂不死了 但是 为了认识灵魂的真相 我们一定不能像现在这样 在有肉体或其他的恶和它混在一起的情况下观察它 我们必须靠真理的帮助 充分地细看它在纯净情况下是什么样的 然后你将发现它要美得多 正义和不正义 以及刚才我们讨论过的一切 也将被辨别的更清楚 不过 虽然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灵魂目前被看到的真实状况 但是我们所看见的还是像海神 劳格卡斯像一样 它的本像 并不是可以一望而知 那么容易看清楚的 就像海神的本像 也不易看清楚一样 它原来肢体的各部分 已经被海水多年的浸泡冲刷的断离碎散 身上又覆盖了一层贝壳 海草和石块之类 以致本像尽失 看上去倒更像一个怪物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灵魂被无数的 各糟蹋蹋成的样子 格劳孔 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别处 格劳孔说 何处 苏格拉里说 它的爱智部分 请设想一下 它凭着和神圣 不朽 永恒事物之间的近亲关系 能使自己和它们之间的交往 对它们的理解 经历多久的时间 请再设想一下 如果它能完全听从这力量的推动 并且从目前沉默的海洋中升起 如果它能除去身上的石块和贝壳 因为它是靠这些被人们认为 能带来快乐的尘世俗物过日子的 因此身上裹满了大量野蛮的尘族之物 它能变成个什么样子 这时人们大概就能看得见灵魂的真相了 无论它的形式是复杂的还是单一的 还是别的什么可能样的 不过 到此 关于灵魂在人世生活中的感受和形式 我看我们已经描述的足够清楚了 格劳孔说 的确是的 苏格拉底说 因此我们已经满足了论证的其他要求 我们没有祈求正义的报酬和美名 像你们说的好希格德和荷马所做的那样 但是我们已经证明了 正义本身就是最有益于灵魂自身的 为人应当正义 无论他有没有各股司的戒指 以及哈德斯的隐身帽 格劳孔说 你的话十分正确 苏格拉底说 因此 格劳孔 如果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各式各样的报酬 给予正义和其他美德 让人们因存正义和美德 在生前和死后 从人和神的手里得到他们 对此 还能再有什么反对意见吗 格劳孔说 一定不会再有了 苏格拉底说 但是你知道 我们还没有论述至善 所能赢得的最大报酬和奖励呢 格劳孔说 你指的一定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大东西 如果还有别的什么比我们讲过的东西大的话 苏格拉底说 在一短短的时间里 哪能产生什么真正大的东西呀 因为一个人从小到老 一生的时间和时间总体 相比肯定还是很小的 格劳孔说 是的 不能产生任何大东西的 苏格拉底说 那么怎么样 你认为一个不朽的事物 应当和这么短的一段时间相关 而不和总的时间相关吗 格劳孔说 我认为他应和总的时间相关 但是这个不朽的事物 你指的是什么呢 苏格拉底说 你不知道我们的灵魂是不朽不灭的吗 格劳孔惊讶地看着苏格拉底说 天呐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打算这么主张吗 苏格拉底说 是的 我应当这样主张 我想你也应当这样主张 这没什么难的 格劳孔说 这在我是很难的 但是我还是乐意听你说说这个不难的主张 苏格拉底说 听我说吧 格劳孔说 尽管说吧 苏格拉底说 你用善和恶这两个术语吗 格劳孔说 我用 苏格拉底说 你对他们的理解和我相同吗 格劳孔说 什么理解 苏格拉底说 一切能毁灭 能破坏的是恶 一切能保存 有注意的是善 格劳孔说 我赞同 苏格拉底说 你认为怎么样 是不是每一种事物 都有其特有的善与恶 例如眼睛的发炎 整个身体的疾病 粮食的煤烂 树木的枯朽 铜铁的生锈 照我看 实际上一切的事物 都有其与生俱来的恶与病 你说是不是 格劳孔说 是的 苏格拉底说 那么 当一种恶生到一种事物上去 它不就使这事物 整个的也变恶 而终致崩溃毁灭吗 格劳孔说 当然 苏格拉底说 那么 是每一事物特有的恶或病 毁灭该事物 如果它不能毁灭该事物 也就不再有别的什么能毁灭它了 因为善 是显然永不毁灭什么事物的 而既不善也不恶的中 也是不会毁灭任何事物的 格劳孔说 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说 那么 如果我们发现什么东西 虽有专损害它的恶 但不能使它崩解灭亡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具有这种天赋素质的事物 一定是不可毁灭的 对吗 格劳孔说 看来是的 苏格拉底说 因此怎么样 有没有是心灵 恶的东西呢 格劳孔说 的确有 我们刚才所列述的一切 不正义 无节制 懦弱 无知 都是 苏格拉底说 其中任何一个都崩解和毁灭心灵吗 请注意不要想错了 不要说一个不正义的愚人 在做坏事时被捉住了 这是被不正义毁灭了 不正义是心灵特有的恶 我们还是宁可说 正如削弱和毁灭身体 使它中置不再称其为身体的 是身体特有的恶 它是疾病 同样 在所有我们列举的例子里 生到一个事物上 并留存在那个事物里 其毁灭它的作用 从而使它不再称其为该事物的 是特有的恶 是这样吗 格劳孔说 是这样 苏格拉底说 那么来吧 让我们也这样讨论心灵 不正义和其他的内在的恶 能通过内在和涨上去的途径 以破坏毁灭心灵 直至它死亡 使它和肉体分离吗 格劳孔说 无论如何也不能